輕鬆聊時事 歸斜談政治 歡迎收聽快樂聊時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打慢台北 歡迎收聽今天快樂聊時事 這部時間我是朱祺林章曉博 好的我們今天邀請到一位來賓 然後他非常的年輕 他只大我 我們大概差一歲 我們只差一歲 也是年輕人就對了 那昨天呢 有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就是聊到那個趙少康 他第一次講說 台灣要亡國了 是在1994年 碧人小弟我三歲的時候 那這些國民黨的老人們呢 這樣從以前這樣 不斷的對台灣人情緒勒索 到現在 那也過了這個二十六七年了 那台灣真的要亡國了嗎 那如果說我們還是這樣子 堅持下來的時候 台灣到底內部出了哪些問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位來賓 他是台灣自憲基金會 他的這個網路媒體組的組長 加少年他叫做高靖祺 我們歡迎靖祺 小波好 大家好 OK 這個今天請靖祺來聊是因為 我記得上週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就是上週台灣自憲基金會 離台北開了一段記者會 嗯 啊我也有去嘛 結果我早去你們辦公室 哈哈哈 但是其實你們是開在台大校友會館 是 然後我就到你們辦公室發現 怎麼會沒人 我就趕快請計程車司機 煞去台大校友會館 那天真的非常熱鬧 現場就是 呃這個有非常多我們講說 台派 或者是過去我們講傳統的這個獨派 非常多的前輩 然後在現場真的是擠得水洩不通啦 當然我們都有戴口罩 那當天呢是這個 台灣新憲聯合陣線的 這個成立大會 啊當然這個陣線 那天的這個記者會也是近期這邊 一手來籌備啦 那我們在這邊呢 就邀請近期來跟我們介紹 這個台灣自憲 這個現機金會 它到底是說 它的成立的宗旨 以及未來要推薦的東西 到底是啥 包括就是說 這個聯合陣線 接下來成立之後呢 欸到底是要聯合什麼東西 我們歡迎近期來跟我們做個分析 小柏其實 大家你該應該還記得 上一次其實我們在 4月30號進行台灣史上第一次的自憲公投的時候 你那時候就 隔天就趕快來電訪我 對對對 我有打電話給你 對對對 就講到這個議題喔 那可能有些聽眾沒有聽過 我在簡短的跟大家陳述一遍 就是說 兩年前喔 菇寬銘先生那時候大概93歲的時候 他就有感念說 哇 人生最後的階段喔 那他能為台灣做什麼 那台灣我們都知道它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嘛 我們從這一次這個武漢肺炎喔 我們明明一個好好的國家 可是沒有辦法接收到WHO的資訊 我們很多的朋友 他只是想要去蘇物島菲律賓遊玩 可是你的PASSPORT上面就是寫China嘛 對 他就被遣返 意大利也有這種情形 沒錯 所以呢 菇先生想來想去 如果這種事情在100年前 這是要革命的耶 但是他後來覺得說 嗯 現在有這個體制內的手段 他就想到說我們根本的問題 就是這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出了問題嘛 對 這部中華民國憲法 74年前在中國南京 3000個代表裡面只有18個是台灣人 嗯 這18個這樣只佔了0.87% 1%都不到啦 87% 就是0.87%啦 裡面還有多少人會北京化也不知道啦 那去致敬了這樣的憲法 一直延續到現在 對 那現在大家可能沒有翻過憲法 但是這個憲法現在有三個問題 是很明顯的 大家一聽就知道 第一個你去看一下徵修條文裡面 居然前言就寫 未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 對對對 啊那個時候時空背景或許可以理解 但是現在你在隨便在路上問一個台灣人說 你要統一嗎 大概沒有人會想要統一 很難 除非你走到新黨的黨部 是啊 但是那個現在民調也說啊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只剩2% 100個裡面只有兩個 所以根本沒有人要統一 但是我們國家最高的法律 下面的都要遵循的這個憲法 居然裡面就這樣寫啊 還有我們的人口 我們人口 你隨便問一個小學生說 我們的人口是多少人 他可能很快會回答你說2300萬 有些人精準點說2350萬 可是我們的憲法居然是14億加2300萬哦 大家還記不記得小民事件 現在在中國的這些人民在我們的憲法定義下 他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不具有中華民國戶籍的中國人 你看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太老口 你在老舌 再一次 你說什麼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但不具有中華民國戶籍的中國人啊 那我就想問啊 你現在這個政府有跟他收過稅嗎 他有跟你繳過稅嗎 沒有 但是你認為他是你的人啊 第三個領土 我們很多人也會問啊 36000平方公里啊 10個裡面大概有9個會這樣回答你 剩下那個可能他第一老師可能常請假 或是他根本就是外國人哦 可是不是哦 我們的憲法認為說我們的領土還是秋海棠 所以960萬公里加36000平方公里 我們這樣一要變世界第一大國 就是想像中是這樣子哦 而且再多加講一個 我們去看一下憲法第四條講領土 他說他沒有列舉哦 他用固有疆域 那我們去翻開 你說固有疆域是什麼 你會發現很有趣哦 當初他有列啊 什麼黑龍江啦 哈爾濱啦 點點點 但是就是沒有台灣哦 所以他等於是超易的解釋說哦 就在這個固有領土 就是把這個第四條裡面就包含 所以基於這三點哦 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所以我們在兩年前的1月23號 自由日就成立了這個台灣自憲基金會 我們就是希望用最重要公投的方式 直接民權的方式 去催生一步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 但是呢 哎很可惜的是哦 我們4月30號送件公投 我們公投門檻現在是1900多人哦 連署門檻 我們送進了將近3000份的哦 各全台的鄉親很樂弱哦 幫我們簽這個連署書 但是我們中間經過七八月也有去公聽會哦 那個聽證會中選會學者專家提過很多的意見哦 委員很多意見 就最後很不幸在去年10月16號中選會用很荒謬的理由去駁回啦 哦那詳細的文周周我不跟大家講 我只講一點啊 簡單來講中選會說大家看不懂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我們的題目叫做您是否要求 哦 要求總統推動制定一步符合台灣現狀的新憲法 OK 就很簡單哦 有3000多個鄉親他都看得懂都填了 但中選會說他看不懂 嗯 這就是現在很多學者專家也在討論的 你憑什麼做這個實質的審查 尤其民眾都已經看得懂 難道你這十幾個委員 會比這3000多人更有更多的智慧嗎 這個確實是一個問題哦 所以有鑑於此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董事長是孤寬敏先生 對 他不會輕言放棄啊 他的自傳叫逆風蒼英 他一輩子都在跟 我覺得這是天生的個性 就是挑戰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2016年 小英這個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520就職 孤先生也有受邀在那個就職演說 他唱那個國歌的時候 全場都站起來只有他坐著 哦對那張我知道 非常的經典 他就他一個人坐著 因為孤先生對於這個無黨所忠 這個非常不滿意 我們去翻 其實大家如果有機會去貴陽街 這些這個國軍歷史館還是英雄館 你進去都不用進去 你在門口你就看到那個花崗岩最底下 就有那個黃埔軍校訓詞 孫文寫的 你會發現怎麼跟國歌一樣 不好意思他就是國歌後來整個拿去用 農國去用 當初國歌的時候就說要徵選國歌啦 徵選了很久就說都沒有其他的啦 就用這一首啦 那大家不知道相不相信我自己是不相信 就是一直沿用到精啦 所以之前有個大文豪 住在高雄也很有名中山大學 一個大文豪 說無黨所忠是我被所忠啦 我不知道大文豪可能有抄議啦 那這個黨很明顯就是國民黨 黨國不分 所以孤先生不放棄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做什麼呢 我們從兩個方面著手 因為既然他是憲法 他既是法律問題 又是政治的議題 所以我們就兩條路線 第一條法律的路線我們針對中選會 駁回的這個行政處分 我們為請非常知名的黃帝影大律師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目前已經送進去了 目前正在相關行政程序都在當中 這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有關制憲的這個訴訟 那我們希望說 既然中選會可以用這麼荒謬的理由 我們甚至認為說 根本就不是委員寫的啦 可是他們那個法務處人簡簡貼貼 因為那個理由實在過於荒謬 而且邏輯彼此矛盾 就是不給你推對不對 就是不給你推啦 所以我們認為說 欸那這個北高型的法官 總有這個血氧了嘛 甚至沒有的話 我們是要求他直接 比照黨產會的時候 停止審判送到大法官會議 那現在目前大法官15位裡面有8位 我們從過去他的這個學說啦 或相關的發言認為說 他們是支持這個行政法 很多這個包括黃昭元大法官 包括許忠麗院長都是這樣子的 那另外一個路線 我們當然不會天真的認為說 這單純是個法律問題 這個全世界歷史上要制定這個新憲法 都是一個這個政治的高度議題 所以我們在今年剛剛小柏提到 這個1月23號的成立大會 我們集結了全台灣超過破百的團體 那這次的團體 除了剛剛小柏說的台派以外 其實我們認為新憲法不只是說 單純意識形態說把中華民國改成台灣 其實憲法你看美國很多的影集都說 我要遵守憲法要怎麼樣 甚至他們國小一年級的學生 就要老師就會跟他們說 這個憲法保護他們的權利 那為什麼這麼崇高 就是說憲法它的內涵 是勾勒出一個國家未來的願景 我們這些建國先賢也好 或者人民也好 我對於我這個國家的想像是什麼 比如說美國雖然不是憲法 但是它的獨立宣言 開頭就寫we the people 所以we the people這個概念 就是美國人非常重要的一個內涵 但是現在這一部憲法 就如同我剛剛說了 3000個人裡面只有18個人 裡面還包括誰你知道嗎 那個連戰的爸爸 連政東 鴉片友誼論 跟大家講一個笑話 我們論述委員會裡面有很多學者專家 有一位這個張坤勝老師 他以前有一個這個女朋友 對 有一次聊天聊天 剛好我這個男朋友是學憲法 他說其實親愛的你知道 我的阿嬤其實就是當初的自憲代表 哇這老師就震驚了 就跟他多請教了 怎麼會這樣子對不對 結果他說你阿嬤是這個學有專精嗎 知識分子很高才會去參加這個憲法 說不是耶 因為我們家那時候大家都沒有空 因為那個農盲時代都沒有空 阿公沒有空就叫阿嬤代替去 所以那個自憲代表已經非常少了 還有出現這樣的現象 你疏難想像這個東西的品質 其實我們那天成立大會也請來 以前大家非常熟悉 但是很久沒有出來的這個台灣 真正的憲法權威李鴻喜教授 他最出名就是他以前在台大教憲法 他都不講中華民國憲法 因為他自始至終認為這個憲法 是不論在學理上 或是他思想上他都非常的不認同 包括現在許忠立大法官阿 很多大法官都是他的學生阿 所以我稱之為他叫大法官的老師 阿這個李鴻喜教授就有針對這裡面 有很多的批評 包括這個如果簡單一點講 這個憲法你要嘛就是共產制度 要嘛就是民主制度 但是我們孫文呢 他就是喜歡兩個鬥在一起 有這種現象 殺鳥牛丸 對 所以我們1月23號全台灣 除了剛剛說的台派的團體之外 很多是這種代表一些新興的價值 我們這次我們分為兩個趴 前面當然是一些歷史的層數 過去30年有很多這些自憲的夥伴 前輩很努力 你要知道那個年代說這個是會被抓的 那個許世凱教授他就是登台灣共和國憲法討案 在鄭南龍的這個雜誌上面 鄭南龍後來間接引發他這個很壯烈的這個事情 那時候是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們除了這個歷史以外 最重要也還有未來 我們那天有請了這個身心障礙 小博你知道我們全台灣身心障礙大概有多少人嗎 你說有正的嗎對不對 就是有相關的那個比例大概是多少 有沒有想過 大概有1% 有這麼多人 蠻多人 我最近剛好看到臉書有時候的廣告 那個微軟他們就是特別在設計說 讓身心障礙人士更好使用微軟的軟體 可以讓他做工作 他們就請了很多真的是身心障礙人 來測試 他有講個數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講出來應該有這個根據 他們那個總裁講的 他說全世界有10億人 對 有這個身心障礙 所以身心障礙可能不 不一定是輪移或什麼 很多狀況 現在有很多的狀況 所以這個東西在我們憲法裡面 是沒有看到的 包括勞工 那個勞動三權說要路線 哇講了非常的久 但是你要知道全台灣 大概我跟小博 我們都是勞工 我們都不是老闆 我們都是勞工 但是這個沒有放在這個裡面 包括還有現在很多人喜歡這個叫毛小孩 毛寶貝 四圍己出 但是我們也沒有這個相關的討論 其實德國有 不是化繭說 這個叫做吃素或吃肉 不是這樣的意思 像德國基本法裡面 他就有說要尊重動物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在那個歐洲 你如果那個乳牛 他是要放莫札特的音樂 一方面是他這個乳量會真的 一方面就是要 因為他這個憲法有這個精神 所以這些東西都其實是 我們對於未來的一些想像 所以我們當天除了勞工 婦女團體 還有像這個數位 數位民主 現在21世紀 今天都已經2021年了 很多這個數位相關的東西 數位人權 其實都應該要放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那一天 全台灣聚集的這些 就是要向政府展現一個決心說 大家真的已經夠了 這個台灣現在目前 中華民國憲法修過7次 有6次是李前總統用 一次是阿扁總統2005年的時候 那如果照這個次數來說 全台灣最有資格講這個修憲的問題 大概就是李前總統 那李前總統在前幾年就有公開說過 他說在我任內6次修憲 這部憲法還是非常的不符合台灣 現在最要緊是來趕緊制定一部台灣新憲法 那有些人可能比較溫和說 近期你們為什麼要推制限 好像重新用很困難 為什麼不用修憲 跟各位報告 2015年那一次的修憲 讓現在的修憲 我只用6個字總結 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為什麼 為什麼看不到吃吃不到 你現在很多人常常會在下面留言 說 那是因為現在民進黨 沒有辦法過四分之三 所以沒有辦法修憲 那我就想跟大家講 這個門檻不合理到什麼程度 四分之一的人就可以綁架四分之三 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國民黨說你好啊 你說你要下修18歲公民權 我就要跟你換不在即投票 他就是這樣嘛 不然的話我就不給你修 四分之一綁架四分之三 即便退一萬部來說 真的通過了 地法院現在送出去 大家知道還要公民覆決 很多人忘了還要公民覆決 直接講啦 他將近要一千萬人 大家回想一下小波 你記不記得上次小英拿多少票 七七七七多少 是七百多嗎 八百一十七萬 八百多 那時候全台灣 一直被槍 是我們台灣制限基金會執行長林一正 那時候我們大概是全台灣猜最準 因為我們在選前的時候 我們就喊出說 六成投票率小英拿其中的七成的話 他就會有八一七 是上次六八九增加一百二十三萬票 剛剛就是一二三 我們那時候都有紀錄在案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不可能嘛 什麼馬英九那個已經是非常高了 對對對 就最後開出來真的是八百一十七萬票 那八百一十七萬還離這一千萬 還有兩百萬耶 那時候因為有反送中 因為有韓國瑜 因為小英總統個人的這個特質 讓大家覺得穩定 對 才催出這個歷史最高票 對 但是你居然要一千萬才能修 即便好了 再退兩萬步好了 你真的讓你一千萬 你現在目前立法院有共識 就是十八歲公民權 其他都沒有共識 你舉全國之力 才修一個十八歲公民權 我跟你講我們跟那個青年團體很密切 他們自己都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只有 這麼舉全國之力 勞民傷財 一千萬人出來動員 只有這樣 所以這個很顯然 除了看得到吃不到以外 是非常不合理 因為台灣這個整體的這個憲法 他是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那包括我都還沒有講很多中間選民 其實他在乎是經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大家可能比較少注意這個中南美洲的新聞 其實智利啊 這個國家 智利他可能大家會想到就是這個 可能有這個紅酒啦 或之類的 或是旅遊啦 其他就想不到 智利在去年10月23號 他們有一次自憲公投 他們的公投多簡單你知道嗎 選票上面只問說你要不要一個新憲法 對啊 本來就該這樣子就好了 就是這樣子 第二題問說如果要自憲法 你要用哪種方式 是要人民普選那個委 自憲委員還是要一半國會議員 一半用選的 他就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那我為什麼要講出這個例子 就是說 其實中南美洲自憲的例子非常的多 他們討論因為沒有國族定位統獨的問題 他們在討論是這個經濟路線是要左派還是要右派 所以其實台灣很多人就說 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其實這個點是非常的重要 更何況台灣今天為什麼沒有辦法經濟有更進一步的突破 很大的原因是我們沒有辦法加入很多的這個團體啊 經濟的這些團體 我們現在目前就只有WTO 或跟一些國家用一些比較些微的這個雙邊貿易的協定 所以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用台灣的名字啊 大家不知道是不知道我們在WHO裡面是用什麼名字 小博你知道嗎 他不是用什麼經貿區啊 是嗎 這個名字是當初的小英總統的時候設定的 他叫TPKN 台澎金馬關稅領域 啊關稅領域 他用到這種分散的方式去加入 可是現在很多你看去前幾年那個東奧證明 有多少人希望我們就很簡單就叫台灣嘛 或什麼什麼Chinese Taipei什麼ROC 這個都太多餘了 對 可是呢我們現在因為在國際上 他們可能中國打壓 或是我們自己都沒有屬於自己的憲法 不被認為自己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怎麼去跟人家簽這個國際貿易的協定呢 那我們只能 以前有一些像郭台銘很愛說 以前台商一個皮箱走天下 那時候是因為以前沒有這種區域貿易啊 對模式不一樣啊 對啊我們現在跟韓國在拼 韓國比如說賣一台電視機 他因為跟美國簽FTA 他可能少關稅少了十幾趴 對啊利潤就變多了 就差很多嘛 那我們這當然跟商業影響非常大 這些00種種看似跟憲法沒有關係的事情 其實都跟憲法有關係 所以我們除了一方面在推動這個國家正常化以外 也是希望這些進步的價值是大家可以繼續的討論 所以其實我們去年自憲基金會在全台灣 已經辦了幾十場的這個說明會 我們大概除了外島沒有去以外 每個地方都有去 還有一些地方去了兩三場 那就跟民眾都是一般的民眾啊 所以說我們必須用非常淺白的語言 就像今天來曉博的節目 跟一般的民眾講解說 為什麼這個憲法 對一般人的生活非常的重要 這大概是我們成立的宗旨 跟目前一二三的情形 那未來的計劃呢 我們一二三有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讓這個自憲 新憲常態化組織化 那因為我們畢竟基金會人力有限 我們希望更多有志一同 像曉博啊基進啊 然後是像我們成立那天 像時代力量啊 甚至綠黨很多黨派 那天其實除了國民兩黨以外 幾乎所有政黨都有來 那天包括Freddy 他也是以個人的名義 來參加這個陣線 那我們就希望在全台灣 成立這個台灣新憲聯合陣線 各地的分會 這樣才能常態化 組織化去推動這個進行 那具體的目標 當然就是我們這一次被駁回之後 當然訴訟再進行 那按照公投法 我們兩年才能推一次 所以如果這一次中選會這個法律訴訟 沒有一個我們想要的結果的話 我們就是會在下一個兩年的時候 目標是那個時候 從頭再來提案一遍 那這個大家會說為什麼用公投呢 因為剛剛有提到 這修憲要一千萬人復決 這公投我們目前只要五百萬人 投下贊成票贊成多餘反對 就過關了嘛 那我們認為說 當比如說蔡總統 我們其實一直都跟他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這個媒體都有見報 其實幾個禮拜前 蔡總統才有款驗 顧先生在館底吃飯 那當然都有提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說蔡總統他是 中華民國憲法體制下的總統 他的確有他的困難 他比如說宣誓 他就要國父遺下 他可能不情願 但是他就是按照這套提示 他還是要唱國歌啦 那我們就認為說 假設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有超過五百萬人的同意 說我就是要一部新憲法 在政治上蔡總統就有這個政治資本 他是順民意而為 其實我剛剛提到的智利在10月23號 這智利自憲公投就是這樣 其實他的總統早在前年 他是不同意的 他們還發生流血的大規模抗爭事件 但是因為民意就是這麼高 這次總統迫使他就去投票 最後投出來80%的人都要一部新的憲法 所以我們都認為說 這樣子是很有助於蔡總統在推動 也完成他的歷史定位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樣 好OK 哇我覺得今天是主持了那麼久以來 最輕鬆的一集 太高了 來賓批發講了12分鐘好不好 哇今天真的是太開心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小問題想要問近期 然後就是我們先廣告休息一下回來之後呢 我們來繼續來就是來聊說我們這個 支線基金會包含現在的這個新線的這個連線 那未來可能會往什麼方向來做 或者是說在整個推動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一些小的計畫可以讓我們的 讓我們的民眾可以來參與 謝謝 我們廣告之後繼續回來 聽一首輕鬆的音樂 喝一杯咖啡品嚐高雄在地美食 騎乘U-bike逛逛高雄在地風景 利用高雄市公車高雄捷運 輕軌暢遊高雄體驗在地人文風情 到高雄遊玩輕鬆又有趣 搭乘高雄便利的大眾交通工具 跟著我們放遊大高雄 凱莉姐早安 早安華沙 早啊凱莉姐華沙 Tommy你在看什麼 我在看旅遊雜誌啊 過年快到了嘛 Tommy哥過年有什麼規劃說來聽聽 我北部親戚要下來高雄度假 應該會陪家人吧 凱莉姐跟華沙呢 我啊我應該是待在家吧 我啊應該是走這個溫馨祈福路線 跟我老公去佛光山看燈櫃祈求平安 但是過年不是容易塞車嗎 所以啊我們更應該搭大眾運輸前往啊 凱莉姐你是怎麼到佛光山的呢 可以到高雄車站搭高雄客運8010 或者到這個鳳山火車站搭 東南客運大樹祈福線 鳳山轉運站搭高雄客運8010區間車 高鐵的左營站高雄客運哈佛快線 義大客運的8501都可以到達佛光山啊 那我也要去佛光山祈福一下 但是外出人潮眾多 還是要注意戴口罩請洗手跟保持社交距離喔 沒錯 照顧自己與他人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平安 同名花莎新年快樂 凱莉姐新年快樂 放遊大高雄 輕鬆樂無窮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大安會 以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歡迎回來快樂聊時事這部時間 我是朱淇琳張曉博 我們剛剛好非常感謝這個近期 因為聽說他明天要去民視上節目 他剛剛展現了一個非常 緊張緊張 就是令畢人小弟我 嘆為關子的連續12分鐘的快達 剛才他講過的時候問他說 會不會講太多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停啊 我不是看到那個時間 我想說小博一直一直看著我 就是啊 啊不夠 對 我一直給你看看 因為啊 只好只好繼續說繼續說 這樣我很輕鬆 因為我今天要連錄兩集 我要保存一些距離 保養你的喉嚨 對對對 因為我們過年的時候 這個除夕到初五 其實我們有時候會用那個存檔的方式 對對對 大家都要過年 你明天要去的什麼節目 要不要跟我們講一下 我明天在民視的這個台灣向前行 這個明天是三點半到四點 應該是live 所以就是民視打 民視應該是台灣台吧 民視台灣台打開 就如果你有MOD的話 打開就會看到 好 這個我們聽眾朋友 如果你們想要看這個講話 跟我一樣很快的這個進行 他的無三真面目的話 你現在可以打開這個電視直播 不然就是明天在下午三點半的時候 來想看民視 這個台灣向前行的直播 然後就看到這個 由頭小生 我對你比較好奇的是 你有時候會 人生會跑去自憲基金會 就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跑去罷涵一樣 就是每次都要解釋這個故事 我覺得人生很奇妙 那個時候真的是剛好 因為那時候兩年前 自憲基金會剛成立的時候 那時候副執營長也是常常上節目的 那個國際專家宋承恩老師 喔 宋承恩老師 我知道 因為我在就學的階段 我念東吳法律的 那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 國際法辯論賽 他是叫捷賽普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 翻譯嗎 就JESOP MUKO 捷賽普模擬法庭 他是大概全世界一百個國家 一百五十幾對 都要討論國際法的議題 那他這個是一個區域裡面 每十一對可以去一對 因為台灣參賽的數比較少 所以說你第二名跟最後一名是一樣 你都不能代表台灣出去 我那年因為剛好有機會就出去 因為那時候 國內 就宋承恩老師他擔任評審 我們出國也給了很多意見 因為我們那時候出國 是要去華盛頓DC比賽 等全世界比賽這樣子 後來因為那時候也是 這個剛剛退伍 那宋承恩老師就說 我們這邊這個基金會當成立的 近期我覺得你很不錯 你也沒有想要來我們這個網路的部門 其實就是小編 我真的想說 其實那時候真的很妙 因為那時候其實同時 我有另外一邊的工作 已經有offer了 也是政治相關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比較法律性 OKOK 那時候我真的很掙扎 因為那時候家人也會說 這政治類的不要幾卡 或者是說這個怎麼樣不穩定 心中小情種 其實人之常情 我覺得大家都會這樣 那時候可是我自己判斷的方式 我不知道小柏應該也是這樣 就是說我那時候在決定的時候 早也想玩也想 我覺得說不來做這個 因為我從小我也不諱言跟大家講 我小學三年級 我就幫阿扁總統那時候做民調 那時候阿扁總統他選市長 真的很好笑 那時候小學三年級 我就一個一個拿紙 問說阿扁總統被導向 然後就阿扁總統 你一家一家去敲門喔 不是不是 就學校同學 看著同學就問 以前學生也沒有什麼娛樂 就是看報紙 男生大概都是看體育版比較多 女生影劇版 當然現在不一定是這樣 我那時候都去拿那個頭版跟國際版 我從小就喜歡看 所以我那時候覺得說 阿靠我不做這個 我真的 好像對不起小時候的自己 我就覺得說阿我這樣子 那後來來我也發現說是對的 就是說之前基金會給我發揮的空間 那像我現在常常 其實大家小博跟我做差不多工作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基本上沒有在休息的 因為新聞這種東西 其實大家你看比如說現在大家下班 下班的時候你們才會滑手機或聽電台 阿我們上班就是要準備你們下班 阿你們下班你們 像我的個性是 我有凌晨兩點網友留言 阿我回他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 異地而處 我如果是他兩點 而我小編回我 我會很感動 阿我就是這樣 當然最近身體 小博剛剛說我最近長很多痘痘 對對對你最近長很多痘痘 就是 就是因為這樣阿我覺得說 我雖然有時候 這個 這個就是說生理上會有點疲倦 但是我精神上 嗯哼 不疲倦 你這句話我在電台講過很多次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可能 我覺得我跟小博可能年輕阿 阿就是說 其實 我在這裡面有時候看到很多前輩 我真的會難過 我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那時候 有一次 我們有一年就是去 辦銀隊 對 在那個青美人群運區 阿我們就找那個呂裕前輩 他 他帶領導來 阿呂裕前輩是怎麼樣的人 他 在19歲的時候 有一個叫鳳山事件 嗯 就那時候其實 就有一個美國人來台灣 然後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在台灣的我見我文 那因為那時候台灣因為 還沒有說很現代話 所以常常會有人就是 隨意大小便阿 或是比較不文明的現象 他就寫下去說 阿怎麼會這樣 因為美國70年代80年代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 對對對 比較少 後來這件事情就讓很多 年輕人 高中生大學生就很 很 就說阿國家怎麼這麼丟臉 嗯哼 那時候就是喔自動就聯合好幾個學校 就有點像糾察隊 大家排隊阿 不要丟紙蟹阿 這樣 結果在同一天喔 嗯 所有人都被抓 抓進去阿你怎麼會來阿我怎麼會來 都被抓 那時候他才19歲 被蔣介石大筆一匯寫 槍絕可也 等一下上街頭叫大家排隊 對對對他認為說你就是組織嘛 你搞什麼東西你這個背後一定不單純 一定是共產黨嘛 槍絕可也 19歲而且那時候多好笑你知道嗎 警察去情治人員去威脅他媽媽說 欸你不要叫你兒子翻供喔 然後他媽媽去就是看李育前輩的說 欸你兒子你怎麼這麼厲害啊 那個國安人員說齁 你有藏幾百支槍在後院 你到底是哪裡弄來那麼多支槍啊 你知道嗎 他警總說如果你敢翻供 我就把你再加一條幾百支槍 他媽媽是真的很好奇想說 我兒子19歲而已 哪有錢 哪有錢 他就是這麼荒謬 那他在那個地方待了13年 他加上兩年那個仁愛教育所 兩年洗腦教育 我那時候 因為就想說拍 那時候我就想說幫前輩拍一支影片 他就在那個牢房 那牢房那個只有最上面有窗 那個環境是非常惡劣 他那邊待13年 我跟你講大家 你不要 大家常常常 大家常常聽到說什麼 啊判刑判5年啊太少什麼 我教大家一個方式齁 你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啊有電視有電腦我都不管你齁 那你三餐叫你媽瘦 你看你這樣你不可以撐一個禮拜 現在很多人隔離14天就受不了 就偷偷跑出來 一進去那個房間裡面那個前輩才說 齁那個你知道這件事我當初被關的 你知道那時候我很難過 嗯哼哼哼 他最後是因為這個蔣中正還是蔣介石 那個死掉才特色 那是很難過我就覺得說 以前人齁為了這個台灣的將來這樣努力 啊我現在 我可以跟小柏現在在這邊講話 我可以每天發FB 然後酸臉這個憲法 酸臉這個國民黨 就是 我覺得我的力量可能不大 但是 這是我每天繼續的這個動力 嗯哼 這大概是 跟大家回答一下小柏剛剛說 那個初衷啦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不切實際 但是這是我每天工作的動力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就是一種 怎麼講 我們兩個算是人家講個崩世代的年輕人 就一出生之後 就你買不起房子 然後你開始負債 就是這個世代嘛 就是民國80年以後那個樣子 對阿我覺得 我們就是那種窮到沒有退路了 那你不如進來政治的這個場域 試著去做出一些改變 也不是說什麼要撈油水還是什麼 我們根本也撈不起啦 就是說我們覺得至少在這個場域的時候 我們這些沒有背景沒有身份的人 如果我們在這邊可以團結起來的話 我們至少可以做出一些改變 講到這個窮喔崩世代其實很好笑 我都常笑說我媽是抱著希望懷我 然後有一點絕望的生出來 為什麼你知道 最近這個股票不是一直上升 大家不知道在這次股票之前 最高點是什麼時候 就是1990年代 我出在懷孕 我媽在懷孕的時候 那時候到12682嘛 就我出生的那時候就一路跌 我說我媽那時候可能說 哇不好意思啊這個 育兒津貼賣幾張股票就有了 攀著金湯匙出生的 結果我叔父知道 這個我都這樣開玩笑 一路跌到政權交接 對對對對對 哇OKOK 好我們今天時間齁其實也大概差不多 我們到56分啦 非常感謝近期 然後因為你都在台北嘛 大概我大概其實也每週會上來個一次幾天 但不一定有空來電台主持 有時候我大部分上來都是在出差 但是如果之後可能有時間的話 那也當來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是 focus在憲法的部分 然後剛剛盧哥也有有一些 時事的議題 比方說我國台辦又放了什麼屁啊 然後又有誰想要當韓國瑜的 這些班人回國民黨啊 那我們就可以 就是來聊這樣子 然後有些議題這樣 因為這個我跟近期都是 你知道我上個禮拜我手機的平均使用時間 每天8小時 還不含平板跟電腦 對啊 所以我都覺得我眼鏡都在螢幕上 你知道嗎 我們兩個都是 每天都要看新聞的人 是啊 是啊 好啊非常感謝近期 就是他是台灣自信基金會 這個媒體組的這個組長 明天在會播三點半的時候 會在這個民視台灣向前行 這個直播啦 這是Live直播 如果聽眾朋友想要聽近期 看現在憲法的這個狀況 以及未來的這個風向的位 可以鎖定 可以想看這個民視明天下午 三點半的這個時間 這個節目 那也很感謝我們剛才六點的時候 我們剛才我們唱唱 今天給我們這個廣告贊助 非常感謝 那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明天晚上同一時間線上再會 拜拜